如今娱乐圈中的许多明星都有抑郁症 因为张国荣和乔仁良的离开 这种疾病成为了万能借口 不管犯了什么错误 只需要轻描淡写的说自己做明星压力大 有抑郁症 控制不了自己行为就能掩盖真相 赵本山的200个徒弟众 红的只有小沈阳、丫旦、宋小宝等人 如今的本山大叔无心事业 更没时间去管那些孩子了 其中被称作是最漂亮的女徒弟任娇 也凄惨的坠楼身亡 任娇和赵本山的关系还算挺近的 和宋小宝、大鹏都有合作 赵本山也把他推到了跑南 因为是整容点 所以每一次任娇都错开了成名的机会 如今赵本山最美女徒离世中大白 一不避体躺在草丛 大佬身份被揭开 任娇和好友约会游玩 当时还有他的男友 也就是华裔小绳羊续吻 可悲剧来得太突然 第二天警方到的时候 任娇已经香消欲远 经纪人为了平息风波 表示任娇有抑郁症 对于他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很难过 也很心疼 之后警方也表示任娇是排除他杀 事情的转机就出现在任娇好友身上 好友多次公开发文 表示任娇没有受到外婆叙事影响想不开 当天和杨续文在一起 两人很开心 不可能存在突然坠楼 况且房间内有两个人 杨续文当时究竟在干嘛 都知道华裔是王中磊的 有人透露 杨续文背景不简单 和王中磊多有牵扯 现在女明星成名的代价太大 哪有姑娘可能在自杀 那时候选择一丝不挂呢 况且两个人同时开访 然后一个人出了问题 另一个还不知情 至于情语里也说不过去 网友表示 赵本山老了 没办法去找到真相了 如果要大家猜测的话 离不开阴谋诡计 美肯就是杨续文的圈套 假设杨续文是富二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